润齐从日本留学归来 原本抱着一枪重振祖业的热忱 然而渐渐的他发现 日本人似乎并不像溥仪所寄托的那样值得信任 在长春的维马皇宫 日本人要求溥仪 以及所有的维满洲国中国官员 宣誓效忠日本天皇 甚至要溥仪将天皇的象征天照大神 供奉在维满洲国的宫中 并让日本关东军日夜在宫门把守 而溥仪真正自己建立的清朝旧式禁卫军 仅仅只能在宫殿内面巡逢 整个维满皇宫更像是一个监狱 但润齐发现 溥仪对于这些却不敢公然反抗 更让润齐气愤的是 日本关东军不仅不把溥仪放在沿上 甚至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 残忍对待中国人民 很多次在大街上 润齐都亲眼见到日本士兵随意殴打中国百姓 坐车不给钱欺负妇孺儿童的心境 比比皆是 甚至日本关东军弄了一大批日本百姓来到中国 公然抢占中国百姓的土地 与其说帮助溥仪恢复地质 更像是把维满洲国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也许是出于民族的自尊 也许是不想自己反悲利用 润齐公然选择了与日本反抗 而他率性的性格在溥仪眼里 却成了不懂得卧心尝胆的莽撞 但溥仪并没有惩罚润齐 只是将他再次送去日本 由此躲避日本关东军的责怪 润齐自知无法阻挡溥仪的幻想 但他此时很确定地知道 昔日的辉煌作业不会再来了 正如润齐所见 幻想着借助日军恢复地质的溥仪 最终也没能实现 他再次当上皇帝的梦想 由于溥仪特殊的身份 润齐与他之间 始终无法像普通人家的小舅子和姐夫一样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皇权压迫下 两人都已经回复到当初年少时 彼此亲命不见的美好时光